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来示范一次 第一件事是衣服 先穿衣服 先穿 前后一定不能转移 先扣扣 然后大家秤一秤 先把它扣一下 拉一下直 这些是很自然的 有些肩 我这些是前扣型的 所以这样扣在前面 这条是不会见人的东西 所以我先穿 有一些没有这条 就这样去到这个位置 就算那些肩 你不需要在现在这个时候穿 需要整整个三型 所以我们有一条扁带 首先给了后面 我们会帮他摺杂 摺好腰子 然后他就开始要绑 好了,衣服穿了 肩穿了,就到裙子了 第一件事,当然要先穿底裙 如果你是圆桌裙 可能底和面已经连在一起 就不用了 我现在这个是白摺裙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前后 不要调转 首先给了裙子 然后我们在后面就绑 量多长度 给他 他绑了之后 底裙穿了,就到裙子的长裙 我这条再说一次是白摺裙 我接着就会给他 也是很重要 看前后有些花 反过来就会很可恶 对 又是给裙头 量多了 又是给他在前面 再拉一拉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 不然后面就会 鬆了就不好了 好了,有些裙是有 长裙仔 我们这些就叫裙仔 有些是短裙仔 有些是长裙 有些是长裙 我们会叫蝴蝶裙 这个是短的 先穿了一条 长裙 然后就做短裙 然后他自己绑了 其实应该是我帮他 我帮他给他 不要紧 好了 最重要是 收好扁带 尾尾就没有被人看到 然后呢 才是到这个 前排 对了 穿了所有东西 遮住裙子 有时呢 譬如他肥了 开口呢 就抹大了 那就不太好 拿前排遮一遮 如果你是有 不是前排 而是扁带的话 不是 是飘带的话 那也是这个时候下的 好了 也是他自己绑了 我只顾着讲解 不要紧 他绑到就可以了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最后 完成动作就是 绑腰带了 腰带的时候 就有一个扣针 那我 对回 这个叻花 就没有什么中间位 所以我就给他 他自己去量 大概的位置 对了 压回去 最重要 不要让别人看到 好了 接着呢 后面那位呢 就会帮他用力去扯 究竟我用不用力好呢 你今天饱不饱 饱 饱好了 那算了 好了 我靠其了 好了 我为了他的健康着想 我不要用力 哎呀 跌了 好了 接着呢 你扣好了 拿扣针 对了 这个时候呢 最重要是要小心你的手 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就会自己刺到自己的手 啊 血流成河 真是很可憐 完成了 可以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看片了 就当然要赞好留言和分享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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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